朴炳稿 资料照 法新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在大联盟发展不顺的南韩企好手朴炳稿 决定以一年15亿韩元 约薪台币4060万 重返老东家韩志乃克森英雄 朴炳稿表示 对于自己过去这两年的表现相当失望 但他不后悔挑战大联盟 曾在韩志达成连二季武持轰撞举的朴炳稿 2015年季后透过入闸制度挑战大联盟 双城以1285万美元的入闸金标到协商权 最后双方签下四年1200万美元的合约 朴炳稿在2016年脚出12轰 24分打点打击绿林 191成绩 215打数就吞了80次三阵 该年7月2日因打击低潮被下放3A 接着8月动右腕手术 大联盟首季提前宣告报销 朴炳稿今年初被移出双城40人名单 整季都呆在3A 没有升上大联盟 因此决定放弃两年650万美元的合约 重返弹之奈克森英雄 过去这两年很失望 但我没有任何的懊悔 朴炳稿表示这是个好经验 这也是让我成为更好打者的机会 他表示自己两年前要挑战大联盟时 获得奈克森英雄许多帮助 我真的感谢球团 现在则是我回馈球队的时候 我想在球迷们面前打得更好 想尽自己所能去帮助球队打竞技后赛 朴炳稿资料照法新社